上个世纪影事业发展之初,演员们对于自己要求很高,角色无论大小都认真对待,把演技放在第一位,凭着过硬的实力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形象。 只可惜岁月不饶人,曾经青春靓丽,朝气蓬勃的他们一经不住岁月的打磨,如今都已垂垂老矣,随着演艺圈明星们的更新换代,这些老演员们都已退居幕后,早已消失在观众们的视线中,当再次看到他们的面孔时,记忆中还是他们荧幕上的样子,名字有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第一位,王小棠,89岁,师从寻派花蛋狼定一,自幼学习京剧,1952年18岁的王小棠参军进入解放军总征文公团京剧团,1955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场选中出演了第一部电影《神秘的伴侣》,从此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凭借着神秘的伴侣钟晓黎英角色,王小棠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在那个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报刊杂志上全都是王小棠的报道,无数影迷把王小棠视为女神,心中的白月光。 此后王小棠趁着电影带来的热度,相继接拍了《海英英雄》《虎胆边寨风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多部影视热播作品,塑造了《金环》、《银环》、《阿兰》等老电影中经典的荧幕人物形象。 1966年国内特殊时期来临,王小棠受父亲的影响被暂停了演员的事业,许多令人惊艳的影视作品被埋藏。 在这期间,王小棠的儿子严群因肝癌离世,年仅17岁,37岁时,王小棠重回荧幕,在《八一电影制片场》做了导演,之后接演的影视作品很少。 1992年起,王小棠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场》的厂长,1993年晋升为少将。 2005年王小棠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优秀演员, 2012年获得画顶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大奖,2015年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奖,一生获奖无数。 2021年,已经87岁的王小棠主演了电影演员。 如今89岁的王小棠经历一生坎坷,但他从未被困难打倒过。 可惜的是艺术上的成就取代不了姥姥的孤独和悲哀,儿子早逝,丈夫去世,姥姥孤独一人。 第二位,古风,93岁,香港影坛的绿叶演员,出道50余年从未演过主角,甚至都没留下自己的名字。 古风,出道于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加入邵氏电影公司,早期张彻的电影中经常会见到他的身影,给狄龙,江大卫等担任配角,人物形象亦正亦邪,各种角色都能驾驭,始终不温不火。 到了八九十年代,古风和周星驰合作了九品之冒官漫画威龙等作品,并且出演多部金庸武侠剧,很多观众即是通过金庸剧认识的他,以天屠龙记中的白眉英王,陈小春版录顶记中的海公公,曾给很多观众留下了童年的阴影。 随着年龙的增长,古风参演的作品很少,只是客串一些镜头不多的角色,2006年出演了成龙与古天乐主演的宝贝计划,电影中是人字托的父亲,那时的古风已经是老太明显,如今古风已经九十三了,坊间有传闻他一直没有结婚,最后一次出现在荧幕上是2019年上映的电影《真夹铁马流》,第三位,施伟,九十五岁, 1960年电影《灵海雪原》上映,其中饰演小白哥的演员,一双精致的面孔加上会说话的眼镜让观众们深深地记住了他,他就是施伟,从此小白哥成了他的别称,施伟的表演朴实自然,细腻真挚,个性鲜明,深得观众的喜欢,1964年《灵海雪原》后,施伟拍完电影秘密图纸后吸引退圈,1972年,施伟以导演的身份再次进入 代表作《有闪闪的红星草地钻公情怒吼吧》,《黄河走在战争前面》等影视作品 1988年施伟退休,施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康玉杰是原八一厂科教骗室主任,2006年因病去世,大儿子被他送去了美国读书,二儿子是央视天涯共子时的编导,在1998年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4岁, 小女儿在2012年时因车祸去世,亲人接二连三的去世,让施伟的身体日渐衰弱 好在大儿子一家还有孙儿经常去看望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施伟振作精神,2017年再次登上荧幕 在电影《你若安好的手印》里上,施伟面带笑容对台下的观众说,我已经快60年没有演过电影了,很感谢这次机会,让我再一次登上大荧幕演出 如今,施伟老人已经95岁,很少出现在荧幕上了 第四位,罗兰,87岁,阴森恐怖的龙婆,薄情寡义的裘千尺 看过罗兰的电影,很多观众都会想起这两个角色 同年时期的阴影,每次他一出场,表情冷漠,眼神狠毒,总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演员罗兰出道以来拍过500余部影视作品,其中有一百多部都是鬼片 在香港罗兰有鬼后之称,有人说看香港鬼片,没有被罗兰吓到,那才是真的见鬼了 对于角色的大小,罗兰从不介意,有着一颗佛系的心,不争不强,甘愿演好每一个绿叶 2000年,又16岁的罗兰凭借爆裂刑警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后 2005年罗兰从TVB退休,之后只在一些香港电影中客串 今年的8月份参演的电影暗杀风暴上映,87岁还没有离开热爱的舞台 一路走来,罗兰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她的感情却没有圆满 因为演了太多恶女的形象,很多人觉得演鬼的人不吉利,影响运气 导致追求罗兰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87岁未嫁过人,无儿无女 第五位,王新刚,91岁,上个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演员 一幕上的英俊小生,白马王子,凭借着电影寂静的山林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无数女生追捧的男神,很多女孩子给她写过情书 代表作有红色娘子军破除迷信海阔天空侦察兵海鹰等 电影中扮演了各个时期的军人形象,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正面人物 而这也正是观众们乐意看的 因此王新刚有银幕第一军人之称 1975年王新刚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场副厂长 1982年王新刚获得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5年获得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称号 2012年获亚洲演艺名人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大奖 一生获奖无数 如今91岁的王新刚早已从八一场退休 享受父君职待遇 台上认真演戏 台下清白做人 令人尊敬 第六位 胡锋 91岁 圈内人称秀哥 1953年主演首部电影男人心走红 成为炙手可热的小生 之后胡锋受到公司的力捧 片约不断 与其合作的搭档的都是当时圈内的演艺名人 梅艳芳 李小龙 张英等 且是李小龙的演技导师 到了70年代中后期 胡锋开始出演一些配角 在成龙的警察故事龙的新奇迹 红金宝的富贵列车 以及僵尸系列电影僵尸家族猛鬼拆馆等多部热映港片中都会见到他 到了90年代 胡锋又出现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 可以说胡锋用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角色见证了香港电影发展到了黄金时期 千禧年后 胡锋偶尔会在一些影视剧中客串 2022年90岁的胡锋在香港红看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 打破了红看体育馆三项记录 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登台歌手 主办单位最多的一次 出席的嘉宾超80位 是最多的一次 第七位 牛奔 88岁 了许 你要老婆不要 随着短视频火热后 郭片子在电影木马人中的台词再次火遍了网络 饰演郭片子的戏骨牛奔同时收获了一大批路人粉 更多年轻的观众认识了他 牛奔 机缘巧合下11岁时在电影《圣城记》中出演了一个木童 从此与电影有了不解之缘 误打误撞之下成了远近闻名的童星 从170多年牛奔已经从一个青葱少年成了年迈的老头 他所演的角色越来越有内涵 2017年第31届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 牛奔获得了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 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更是对他人品的肯定 如今88岁的牛奔还在拍戏 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晚年搬进了养老院居住 第8位 谢贤 87岁 人称四哥 印象中的谢贤总是戴着一副墨镜 方间有传闻谢贤长着一双桃花眼 戴墨镜是为了遮住桃花蕴 可即便如此 谢贤的桃花蕴依然不断 一生风流却用情专一 如今已87岁的谢贤依然老当一壮 戴着墨镜 一头乌黑的长发还是很有魅力 骨子里透着浪漫 岁月无情 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某些回忆涌现脑海 记忆中还是他们年轻时的模样 如今都已垂垂老矣 而认识他们的观众年龄也不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